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被金星骂醒了 穿半裸连衣裙引起粉丝骚动 太惊艳 近日 迪丽热巴再次成为娱乐圈的焦点 而这一次的原因是她在一次活动中所穿的半裸连衣裙 这一造型引起了不少粉丝的骚动 然而更让人意外的是 她也因此被金星骂醒了 迪丽热巴一直以来都是被誉为国民闺女 给人的印象是甜美可人 端庄大方 然而 这次她的着装却一改往日的形象 选择了一条非常性感的连衣裙 这条连衣裙由高质量的沙网面料制成 裙子的侧面和背部都采用了透明的设计 展示了她修长的身材和完美的曲线 这样大胆的着装让迪丽热巴的粉丝们大吃一惊 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她新形象的喜爱和暗示 然而 就在粉丝们为她造型的突破点赞的同时 金星却毫不客气地骂醒了迪丽热巴 金星在她的综艺节目中表示 迪丽热巴之前一直以来给人的形象是清纯甜美的 而这次的着装让人感觉有些不符合她原有的形象 她说 迪丽热巴这样的着装对她本人而言可能只是一个尝试 但对于她的粉丝来说可能会有所不适 金星的批评让迪丽热巴受到了很大的震撼 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自己对这次着装的选择有些过激 甚至感到有些迷茫 她说 我一直希望不断突破自己的形象 尝试新的风格 但是 也要谨记自己的粉丝是最重要的 他们对我的期望很高 我不想让他们失望 迪丽热巴的这番话让人感受到了 她作为一名公众人物的责任感和成长之路 作为一个女演员 她需要承受媒体和公众的关注 但同时也要不断探索和突破自己 这一次的穿着选择引发了外界的争议 但这也是她在成长过程中的一部分 当然 穿着只是迪丽热巴众多亮点中的一个 她的演技和颜值一直备受认可 出演的作品也从未让人失望 无论是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饰演的白凤酒 还是在《长歌行》中饰演的李长歌 她都展现了卓越的表演 实力和深入人心的角色形象 无论是成为国民闺女的形象 还是尝试新的着装风格 迪丽热巴的每一次尝试都是 她在成长和发展 她的坚持和努力为她赢得了许多粉丝的支持和喜爱 无论发生什么 她都会不断成长 积累经验 在娱乐圈中谱写属于自己的辉煌 迪丽热巴被金星骂醒了 这件事情引起了不少关注和讨论 她选择性感的着装风格 确实与她以往的形象有所出入 但这也是她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一种探索和突破 无论外界怎么评论 迪丽热巴都将继续努力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们期待她在之后的发展中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精彩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